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牛哥 話說2024年的3月13日 鄰近北京的河北燕郊 一棟建築物在上午快8點的時候 發生了爆炸 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傷 一名央視記者在現場直播 報導的時候被打斷驅離 是的你沒聽錯 官媒央視記者被趕走 這次我們想透過幾個新聞事件 來講講當今聖上 對新聞自由的扼殺 讓我們先從當今聖上剛登記的時候 也就是2013年開始說起 2013年1月初 南方週末也就是淪陷區的報紙 裡面的工作人員指稱 宣傳部對2013年新年特刊的 新年致詞跟內容 進行了大幅的刪改 引發了編裁人員集體抗議 隨後有全國各地 更多媒體跟媒體人加入聯署 或是透過報導來支持南方週末 主要焦點集中在 淪陷區的審查制度跟新聞自由 隨後的幾天 幾百位網民從全國各地自發的 前往廣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樓 前面集合獻花或是高舉標語 聲援南方週末的編彩部 這是當今聖上剛登記的新聞界 即使淪陷區的媒體再發達 也還是要迎來寒冬 之後的2015年12月 聖上在視察解放軍報的時候 提出軍報信黨真的是萌萌的 2016年1月 聖上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時候 把黨領導一切重新作為一項政治原則 2月聖上對人民日報新華社 中國中央電視台進行了調研 中央電視台打出 央視信黨絕對忠誠請你查閱標語歡迎 南方都市報深圳版 封面上方報導當今盛上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 只有封面下方同時報導相對沒這麼重要的原根 他海葬的消息 導致封面由上至下形成 媒體信黨魂歸大海八個大字 被部分人士認為 這是在對媒體信黨表達不滿 那個時候的南方傳媒集團 還是有一些媒體人的瘋骨 但後來這些媒體人的骨頭 基本上都已經被敲碎了 媒體的角色已經盪然無存 那問題來啦 現在淪陷區的記者們都在幹些什麼呢 2022年1月27日晚上 淪陷區的博主徐周易修哥 在影音平台抖音發布了 封線一個民居所拍攝到的影片 影片裡面可以看到一名小哥哥在房裡面 給孩子穿衣吃飯 一旁的妻子則被鐵鏈綁著脖子 鎖在家裡面 大房子旁的一個破屋當中 影像曝光了以後 不少民眾留言 擔心鐵鏈女遭到了販運跟家暴 並呼籲報警 之後鐵鏈女的影片被刪掉 淪陷區的網友繼續接力轉發 甚至前往當地 重新拍攝新的影片 事件曝光以後 除了受到社會的關注以外 也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媒體的關注 像是紐約時報 BBC 德國之聲 端傳媒 華盛頓郵報 自由亞洲電台等等 都跟進報導這件事 並質疑淪陷區婦女的權益缺乏保護 認為這件事反映出了 淪陷區的女權相當落後 大陸媒體沒有採訪跟報導 只能發表官方通報 迫於自媒體跟外媒的壓力 淪陷區的封縣 徐州市 江蘇省多次發布 前後結果矛盾的調查通報 從1月27日 事件曝光以後 至少20天裡面 沒有任何官媒 對這個事件表達立場 或是發表調查報導 只是轉載當地政府的官方通告而已 官方前後大概發了5次通報 從封縣到徐州再到江蘇省 但每一次通報都引發了更多外界的質疑 沒有媒體報導 而單憑官方通報 完全是沒辦法取信於人的 直到最後才有新華社跟央視的報導 試圖蓋棺定論 內容也只是最後一次通報 有媒體人說 以前不管怎樣 媒體多少都有一點報導的 但是到了封縣事件 媒體自主報導完全絕跡 這件事情是舉國關注 只要有上網的人 幾乎是沒有人不知道的 持續的時間特別長 將近一個月 然而這個量級的新聞 媒體幾乎完全缺席 在這之前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封縣鐵鏈女事件以後 每天淪陷區的記者們 他們做的只是在等通報 黨和媒體主辦的媒體必須信黨 這個當今盛上做到了 但外國媒體又怎麼處理呢 2020年初 中共當局連續兩波驅離 駐北平的美籍記者 讓外國記者陷入了前所未見的威脅 2月先是華爾街日報旗下 三位駐北平的記者 被中共當局吊銷記者證 被迫離開 中共要求紐時 華爾街日報 華盛頓郵報等三家媒體 共13名美籍記者交還記者證 並警告他們 以後不能在淪陷區 香港澳門從事記者工作 繼續採訪報導的外國記者 更是面臨人身安全的威脅 2022年11月24日晚上 烏魯木齊市的一個高層住宅發生了火災 造成10人死亡 9人受傷 許多民眾認為動態清零政策導致疫情封控 讓火災救援受阻 被困的人員無法及時逃生 第二天 大量烏魯木齊民眾突破封鎖 舉國旗唱國歌 進行示威遊行 要求立即結束封控 26日深夜到隔天凝晨 上海民眾聚集在烏魯木齊中路 呼籲摘掉口罩 結束動態清零 結束中共執政的地位 有民眾在烏魯木齊中路 路標下點起白色蠟燭 以此吊念烏魯木齊火災的死難者 高呼新疆解封 共產黨下台 習近平下台 輪陷區的警方在現場逮捕了一名 英國廣播公司記者 主持這場畫面被記錄下來 英國政府跟英國廣播公司 對逮捕案提出抗議 輪陷區外交部發言人回應 我們逮捕這個英國人的時候 並不知道他是新聞記者 儘管遭到拳打腳踢 但中共當局還是解釋說 把這名英國記者抓起來 是為了他好 環球時報在有關貼文下面的評論區 開啟了精選功能 從近6000條評論裡面 挑出6條支持趙立堅說法的留言 內容包含 驅逐BBC、制裁BBC等等 而另外一條 有近2萬點讚的留言說 當時只有BBC記者在場嗎? 為什麼要帶離這位辛勤工作的記者呢? BBC記者記錄了什麼? 中國有記者在嗎? 嗯,沒錯 就讓我們來講講中國有記者在嗎? 同樣是火災 2024年1月 河南南洋英才學校發生火災 導致13名小學生遇難 一人受傷以後 儘管這個事件在中文互聯網上 引起了一定的關注跟討論 然而輿論的熱度好像受到了壓制 有憲民怒斥 這麼大的事都上不了頭條 跟以往不同的是 這一次最早披露火災資訊的 竟然是當地的消防部門 河南當地媒體不去採訪、不去監督 甚至連消防部門的通報都不發 可以看出整個新聞行業 已經徹底進入了通報時代 就是公權大幅過張 媒體同步萎縮的情況 之後的4月 北平的長峰音樂火災 在官方通報出來以前 網上幾乎看不到任何一張現場的照片跟影片 簡直創造了現代社會的奇蹟 再比如發生在9月的貴州大巴側翻 造成了27人死亡 媒體只能照抄 藍底白字的幾十字通報 能夠多寫一句 據悉事故車輛為疫情隔離轉運車 已經是萬中無一的良心媒體了 過去即使沒有官方通報 內部檢查事實無誤也就發了 反觀現在只要是稍微有點敏感的消息 沒有官方通報餘慮不報 這是2024年的輪陷區媒體 詢問輪陷區還有記者在嗎 再是在監獄裡 新聞的空間越來越窄 所有職業媒體記者都在等通報 沒有新聞只有通報 也有公民記者自發心的去做調查 也有人被按住不能發表 有人雖然發出來了 但也很快就被刪掉了 更有人被請去喝茶 被以傳播未經證實消息 或是尋釁知識為理由進行處罰 例如公民記者張展 因為在疫情期間前往武漢去做實地報導 被上海浦東的警方先後以尋釁知識罪名被關了10天 之後又被關了65天 再用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罪名刑居了10天 最後以尋釁知識罪判刑4年 現在還在監獄裡面 沒有了外國記者 沒有了獨立媒體記者 沒有了公民記者 終於輪到央視記者 也感受到了社會主義的鐵拳 2024年3月 鄰近北平的河北燕郊移動建築物 13日上午快8點的時候 交通尖峰時刻發生爆炸 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傷 暴覽事故原因初步判定是燃氣管道洩漏 一名淪陷區的央視記者 在現場直播報導被打斷驅離 引起網民的批評 淪陷區的忌協也罕見發布聲明 對採訪遇阻的記者表示聲援 河北三河市政府隨後對粗暴簡單的做法道歉 但說驅離記者是為了防止發生赤身災害 這樣的回應跟BBC的記者在上海被抓 還有外交部的聲明如出一策 只是原來對付外媒的手段 現在拿來對付央視而已 2013年當今盛上登基 當年全國各地的媒體跟媒體人 可以通過連署跟報導的方式 質疑淪陷區的審查制度 還有新聞自由 之後均報姓黨央視姓黨 即使南方都市報用 媒體姓黨魂歸大海 也無法阻止媒體姓黨的趨勢 即使後來發生各種重大的新聞事件 像是封線鐵鍊女 烏魯木齊火災 白子運動 新冠疫情 這些姓黨的媒體也都還是在等通報 外媒報導被抓捕 被毆打 堅持下來的公民記者 輕則被警告拘留 重則被判刑 2024年是當今聖上執政的第12個年頭 央視記者也遭到了外媒才有的待遇 這也意味著新聞自由在聖上執政的這10年裡面 完全被扼殺了 好了 關於當今聖上對新聞自由的扼殺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了 下次我們再來聊聊 公民記者張展的故事 如果你有什麼想說的 歡迎在我們頻道留言 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並分享出去 如果有能力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是按下超級感謝 另外我們的Diss群已經開放囉 歡迎大家一起進來聊天就是了 我的選擎筆記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